平基会主席周一岳任内被批评乱洗公帑肥上瘦下 和偏袒性小众团体等等 他任期将会在月底戒满落实无得留下 我本来打算离开 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惊奇 因为工作去到一段时间应该要交换 消息说周一岳其实有申请续约 不过不获留任 将会接任平基会主席的领大学者陈章明透露 获猎头公司主动游说 反映周一岳是被政府叮走 轮选委员会一共考虑144个参加者 认为有处理种族和残疾问题经验的陈章明 是最适合的人选 任期将会在下个月11日起生校 为期三年 至于周一岳又没有申请续任 政府没有正面回应 我们不需要去糾纤 就是说有哪一位人士是有申请或者是报名 对于York 他过往在几年出任平基会主席的工作 刚才在我的发言里面 我都对他的工作是作出了正面的评价的 当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综合考虑 相信在轮选委员会考虑人选的时候 陈教授本身在这方面很有丰富经验 也很有抱负 就为岳鼻子过去三年任期内劣迹斑斑 例如在性侵向歧视议题上 高姿态参与各类同志平权活动 有为平基会主席应有的中立性 另外又被批评未经广泛咨询下 增设和升格多个高层职位肥伤秀下 令平基会面临入不夫之 更加在写字流租金最高峰的时候 扩充办公室在太古城中心租用面积 1800多尺的办事处 但只给12个员工用 每年租今年猜享管理费需要120万 ONTV都网电视新闻台不得